哈囉大家好,我是止峰 又到了我們MLB週報時間 本週出來要帶大家回顧一下上週這家球員獎 同時也要讓我們來稍微看一下上週的焦點 以及繼續關注 在本集日約白樂化的糾塞競爭席次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想脫離只懂棒球規則 真正更了解棒球數據的意義 而不是跟那些不懂數據 只把數據當數字看 卻沒有辦法解析數據的球迷一樣 是真的想知道怎麼透過數據分析球員的表現 就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還要分享出去讓更多人一起來認識數據棒球喔 如果想要回顧過去的棒球資訊和球員故事 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首先看到上週最佳球員獎 由天使的瑞瑞瑟和費城人的Trey Turner奪下 前者並不是一個打擊太突出 甚至本季掌握球線的程度也不理想 從SwissPod就可以看出來 PR 僅僅只有七有在聯盟 基本上是倒數的 但上週狀況不錯下角出好成績 所以帶走了單週追加球員獎 那後者本季因為經典賽 所以疲軟了很長的時間 下半季又開始慢慢熱起來 兼具速度、守備和打擊了他 本季雖然因為疲軟太久 他的爆發力平均並不出色 但事實上他在擊球掌握度上還是很高的 也因此當身體慢慢復甦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能打出好成績囉 再來看到上週比賽焦點 首先大谷翔平因為附血機拉上 因此缺陣了好幾場比賽 但本季還能不能在上場打擊恐怕還是個未知數 另外之前UCL 撕裂三大谷團隊表態 將會進行手術 此時會不會是Tommy Jones手術 還不確定啦 而下一季也將會單純以指定打擊的身份上場 另外日前陽姬的John Connell Stanton 則是完成了生涯400轟的紀錄 而同隊的法官Aaron Judge 則是日前以810場完成250轟 成為史上最快的紀錄 再來上週才提到Ronald Acuna Jr. 在上週解稿日隔天就完成了30轟60轟的紀錄 成為史上第一人 而太空人的Hosea Tuber 上演了開賽前三局三打席 都開轟的紀錄 成為歷史上第四人 也幫助太空人本季首次攻上 分區王座 大聯盟日前則宣布 本季季後賽將會延誘令其賽的投球時鐘制度 並且限制時間 不會跟動 接下來讓我們稍微看一下目前的戰績排名 本週每年的觀戰焦點還是落在西區 在太空人一波暴走下 加上隨手都推下好幾場敗戰 而遊擊斃似乎因為傷兵和低潮 整隊有點亂的方寸下 讓這個分區的戰況越發混亂 甚至可能繼續下去 沒辦法三隊都進入紀錄賽了 另外皇家也正式宣告本季遭到淘汰 同時在外卡也已經出局 因此成為第二個放假的球隊 國聯部分 這時候一口氣出現兩個在分區競爭上 遭到淘汰的球隊 都是來自於東區的球隊 分別是大都會和國民 而他們離外卡的競爭也有段距離 本季基本上已經宣告準備放假了 再來讓我們看一下 日前官網和其他幾個網站 都陸續開始針對今年球季結束後的自由市場 進行球員排名 第一名基本上無庸置疑 就是大谷香檳 然而大谷香檳的傷勢 會不會是他本季選擇 只欠一年短約 專心打擊和養商來年再拼大合約 都是可能牽動本季自由市場一大變數 而第二名則是前APP 小熊本季開伏袋開到復活的Bellinger 雖然說其實打擊內容來看 本季表現水分很高 但是這次自由市場外野人手匱乏下 他仍舊會是熱門的人選 而打擊爆發力不錯的 藍鳥3D手Chapman 同樣也是這次自由市場 少數的重點打者 不過這兩位在離Athletic網站 則是把他們排在第五名和第六名的位置 至於本季表現再次強勢起來 左投手Snail 同樣也是這次自由市場 備受矚目的 左投先發投手 再來又是來自於教室的頂級 流通手Header 這也是我一直說 教室有不少集齊約的阻力 將要變成空氣的原因 而Header肯定也會是這次自由市場上 備受追捧的重點流捧 甚至要價一定不會太低 而下一位可能在日後更新排名會跌出去 因為日前剛剛發生家暴而被逮捕 這也是他生涯第二次要被大聯盟調查 甚至懲罰家暴事件 此舉恐怕會讓他吃上不少的競賽 更嚴重一點可能會終身競賽 再來Fet and Nora 同樣也是這次兵家必爭的先發投手 而且The Athletic 網站更是把他排在第二名的位置 做以顯現他的價值 另外本家的老虎投出好表現的Era 也是被官網作家看好 會是這次自由市場Top10的球員 最後 官網則是把剛被守護者撿走 Joel Reto 和紅雀的芒果 Montgomery 列在第九和第十名的位置 不過 The Athletic 網站則是把 Cursial 和本地大復合的Sunny Gray 排在前面 至於這次日直入雜球員最大咖的 歐麗絲網牌投手 三本遊城 同樣也會是這次自由市場的重頭戲 然後剛剛有提到 接下來讓我們來好好聊一下 這次天使和陽雞大動作 把不少球員給DFA掉 除了清出空間練新人 也間接放棄本季以外 天使跟他目的應該是希望賭看看 有沒有人想要撿走 來把薪資空間縮減至碎線內 可惜Render Grichard 並沒有被人帶走 也讓天使終究還是超過碎線一點點 不過其他五位就都有找到下架就是了 等等來聊 我們先看看陽雞的部分 陽雞把Bader和Donelson給揮棄掉 後者被釋出之後 和亮九人簽下小聯盟合約 本季的打擊雖然並不出色 但守備就是聯盟最頂尖的 也因此算是又補強到外野的守備 至於陽雞則是把空間留給了外野大巫 Jason Dominguez 和捕手大巫 Austin Wells 至於天使讓隊的球員 有一半被守護者給帶走 包括Giorito和Moore兩位先發 以及利普投手的Lopez 官網這張照片飆出了一個 那然而這次八位球員都是今年合約到期 也因此其實守護者撿來 也只能用在今年用而已 所以這對於已經離境又在越來越遠的守護者 突然這波操作 早時沒有讓人看得很明白 是覺得中區還有機會 還是單純撿來撿輕年輕頭手們的負擔呢? 而紅人也撿走這次的其中一位 天使的外野炮手Renfro 但事實上他本級的打擊表現並不理想 不過在對於拼搶外卡的紅人來講 可能就是不無銷不倒 至於劉寧則是被送走守護神的水手 給帶走作為牛棚的補牆 另外大度化的Carlos Krasco 和白襪的Mike Klevinger 也同樣是有被百姓浪度名單中 只是同樣沒有人出手接盤 因此則是回歸到原本的球隊陣容中 接著 讓我們一樣看一下越來越百樂化的 Giorito在競爭 首先看到美聯外卡部分 首先 本週因為美聯吸取的變化 也讓外卡名單出現了 不斷的更迭 甚至藍點也沉軟沖了上來 現在美聯外卡除了光芒以外 太空人、水手、藍鳥和游擊兵 到底誰會拿下去去往座 哪兩隊會搶下外卡23名 一切還很難講 再來看到國聯外卡的部分 小熊在近期和外卡幾對交手後 把差距漸漸拉開 也讓自己和費者人 逐漸坐穩了外卡12名的位置 然而第三名卻是呈現紅人馬鱗魚 香味手和巨人大混戰 其中讓你紅人賽程更好打一些 也因此本季外卡3 或許有被紅人給搶下來 至於馬鱗魚 其實也並非沒有機會扮演黑馬闖出 但難度相較於紅人稍微高一點 而香味手後面還要跟小熊和巨人混戰 本季大概是大勢已去 巨人則是反而還有機會 在調整好狀況後 再次搶回外卡3的位置 最後本週要分析的分區 也是剩下還沒有分析的那一個 坑到美聯東區 其實上週光芒 是一度有機會搶回分區第一的位置 但是本週表現並沒有太過理想下 也讓差距再次被拉開 本季經營重返分區第一的機會 變得更加濃厚 而藍鳥則是還有機會和光芒一起 透過外卡進到基督賽 至於東區兩隻傳統競旅的基瓦 本季只能用難兇難地來稱呼囉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MLB棒球週報 基督賽誰有賽程進入最後一個月 也開始越來越白樂化了 而上週數個讓獨操作 也讓大家物理看花 不少你們覺得這波調整下來 哪些球隊還有可能搶下基督賽門票呢? 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另外如果想要掌握美洲旅美球員 亞洲球員和百大球員的消息 就趕快追蹤我的IG 才能看到更多詳細的每週數據變化分析喔 也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都能一直贏球 另外要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最新影片喔 我是子豐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